就是說,如果是布農族 布農族是,如果酋長 因為他們都是世襲制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,你是酋長 你的兒子女兒,你的兒子就會是酋長 那你如果是公主 反正就是這樣子,你是貴族就是貴族 他就是實習的 那如果你是排灣族的話 第一個生女兒,酋長他就給女兒 是這樣子哦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布農族的話 第一個生女兒,那個女兒就變成貴族而已 然後你要生到兒子,酋長再給兒子 所以相較阿美族多少? 謝謝